莫少 夫人他又走了 作者 围城 演播 田晓莫 莫少 萧熟 第130集 莫宅里 莫千行和宋冉闹得不欢而散 宋冉和莫千行都想 是不是有传说中的老巫婆对他们施了魔咒 让他们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相爱 每次见面 必定要用言语重伤对方 哪怕不是他们的本意 另一边 林语柔和冷飞飞倒是相谈甚欢 林语柔向冷飞飞吐槽 莫千行对她的冷漠态度 飞飞 你知道吗 我以前真的很喜欢莫千行 我也知道她对我态度很冷淡 但是 她对其他女人连看都不肯看一眼 至少还是肯理我的 而且 答应了跟我订婚 哪怕她常常让我没面子 但是我也不那么在意 可是这一次 她丢下我一个人在婚礼上跑去找宋冉那个贱女人 我真的忍不了了 所以 你想怎么做 我要报复她 我要整死宋冉 她不是为了宋冉这贱女人不要我吗 她不是喜欢这个贱女人吗 那我就让她跟宋冉再也进不到 我现在住进墨家 墨市很多资料我都能想办法拿到 掏空墨市 岂不是很容易 冷飞飞顶顶头 右边的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一抹玩味的响 心里想着 这可真有趣 以前林语柔交的朋友 家境都不如林语柔 几乎人人看上林语柔的钱 和大大咧咧经常送奢侈品给朋友的性格 又或者想通过林语柔认识富家子弟 攀龙富凤 林语柔清楚 因此和他们并不交心 但是冷飞飞和林语柔以前交的朋友都不一样 冷飞飞自身就有条件 她既不差钱 追求者又一大把一大把的 自己在设计界还十分有名气 因此这样的人 如果和自己做朋友 就不是贪图自己的钱和人脉 林语柔相信 冷飞飞是真的想跟自己做朋友 因此 有什么计划和心思 都跟冷飞飞讲 最重要的是 冷飞飞还可以给自己出主意 你从前是真的喜欢莫千辛 当然是真的 可是现在 你为什么那么轻易就忍心伤害她 恨和爱纠缠 或让人痛苦 让人困惑 不知道该怎么做吗 林语柔抬头看着冷飞飞 示意冷飞飞继续说下去 可你现在目标明确 只想除掉宋染掏空末世 所以你确定 你以前真的喜欢莫千辛吗 还有几个问题 冷飞飞没有直接问出口 你难道不是因为林朗诚的挑拨 难道不是因为莫千辛条件优异 难道不是因为莫千辛才大事大 不是真喜欢她又怎么样 我以前为她做了那么多 现在轮到我把报仇索取回来了 她具体计划呢 我先把王亮救出来 王亮 我以前怎么没听你提过 简而言之吧 她以前帮了我很多 现在还在莫千辛手里 已经两个多月了 我怕她会被莫千辛 逼得把什么不该说的都说了 既然都两个月了还都没说 那就说明王亮还算忠心 为什么还怕她说起什么不该说的 就算再忠心 这世界上也只有要死的人才不会开口 况且像她这么忠心的狗 的确很难再找了 哼 我知道了 那飞飞 你会帮我吗 尽力而为 飞飞 太谢谢你了 我就知道你会帮我的 另一边 莫千辛和宋燃闹得不愉快 已经摔门回了公司 四目在几乎要下班的点 看到莫千辛回公司 两条浓眉上条 哟 这不是咱莫大总裁吗 不是回家和美人约会去了吗 怎么这个点又回公司了 公司里暖气开得够足 莫千辛把西装外面的风衣脱下 摔到四目身上 再多嘴 看咱莫总这个样子 用脚趾头想想也知道 是和宋燃闹不愉快了吧 闭嘴 我说莫总 咱不能老虐宋燃美人啊 偶尔也得冲冲 莫千辛就差把手里刚拿到的咖啡杯 摔到四目身上 大喝 滚 得嘞 我撤了 公司里那些 成日待在办公室里的小白领上班族 本来正浅水摸鱼 收拾好东西 随时准备下班 就冲击公交或者地铁 稍微有些资历的 买了小交车代步就安稳许多 莫千辛出现在一众小白领身后 冷冷开口 莫氏集团不养闲人 一众白领立即急鸡鸽地冒起来 身体抖了两抖 心道 毁了 被莫总抓包了 这已经是年末了 今年各家公司会在元旦前后 举行一次设计比赛 再不交出能让我满意的作品 你们觉得承担得了后果吗 得 能让莫总满意的作品屈指可数 莫千辛转身回到办公室 走过的地方 好像都结了一层冰 小白领们看着莫千辛的背影 感叹道 长得帅又怎么样 还不是改变不了资本主义 塑刮劳动人民的本质 嫁给资本主义 不就不会被塑刮了 想轻浮好不好 可莫总那张冰山脸 谁说得了呀 要是我 分分钟被冻死 哎 你懂什么呀 那叫冰山总裁 人家条件这么优秀 成天舔着脸 莫总身上贴的人那么多 莫总要总是笑脸相迎 那还得了 我也这么觉得 如果让我天天看这张军脸 莫总的脸再黑几度 我都能接受 你又胡思乱想什么呢 莫总都不会看咱们一眼的 这些小只圆聚在一起 只要有八卦就能让他们开心 特别是关于最高级上司的八卦 根本聊不够啊 ğlu儿 你们先来看 我会永远 我会永远 把零服 来线 躁 我会永远 这些你 老花 我会永远 不管我 那自我 我感觉 我会永远 我会永远 感谢观看